我們有些球員本身不是在香港讀書 只是暑假才回來 所以他們正式一起比賽的機會不是很多 其實去日本集訓的最大的目標就是 讓他們可以適應大家的打法 再深入了解到大家的強項在哪裏 可以令他們更加在球場場發揮到大家的強項 最頑皮 其實他們也很乖 我可以跟你說最吵的是誰 Tracy 但其實不是很壞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球員 可能come to all walks of life 它可以令大家很勇氣 所以這班15至20歲的妹妹 是on the field and off the field 都很勇氣 我跟這班球員都相處了很久 尤其是在日本的陣營旅程中 一起對白人 除了很想他們打球打得什麼之外 亦都很想各方面幫他們可以應對各人的壓力 將來有很多發展 即是說向港島發展 向其他日後的奧運 又或者勢錦賽的副展 很希望他們可以在這次的奧運 可以做到自己和無憾 好,發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